大家好,欢迎收看荣耀华尔街,我是主持人Zoe 今天是10月29日,台股开盘12687点 中场收在12662点,跌130点 欧美新冠疫情大爆发 德国、法国全境封锁,全球疫情急速恶化 道琼是暴跌了900点,灌破了27000点大关 美股大屠杀四大指数一片血染 台子期在夜盘的时候也受到恐慌效应下跌了169点 使台股今天灌破月季线跳空开低 随后在12600点关卡间区间震荡 后续盘是解析,我们交给经济日报 选股冠军记录保持人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Telegram粉丝人数最多水 所以我欢迎的分析师郭哲荣投资长,投资长好 肉依,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投资长,你昨天有说啊,很准耶 摩台子结算前两两一组 还有那个很可爱的图卡 那有预告大家说,今天台股市会压低结算 今天真的是耶 真的压低结算啊 真的压低结算啊 我就一切一切预告在前面嘛 两两一组准不准 其实准喔,我其实还少跟你讲那个就是 开盘就相对低点,开盘相对高点的一个单充顺势盘 这个其实我没有讲,可是是我老本人都知道 我今天精准的明确了 开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 然后它是二选一之一啊 而至少你看啊,我在昨天跟你讲很确定是 它就是压低结算,就是压低结算 我这个人就这样 所以我讲的口头长,为什么我强调是 一切一切预告在前面 预告在前面,我摊开在阳光底下的时候 你就看我准或不准嘛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全准 因为这一波我的股票有些也是有被套牢 可是你去看每一次股票每一个转折 包括什么瑞德西韦斯解药 我那时候讲的非常久 你发现到我懂的东西我就懂 我不懂的东西我就是不懂 很少见的,我说这一次的选举的关系我不懂 所以我都讲在前面,我说不懂 我说我觉得川普会赢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拜登会赢 民调觉得会赢 可是我觉得民调也有一个科学的根据 所以我也是头很confused 也是觉得很狡猾 可是我会觉得说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11月会越来越更好 会越来越好,记得我这句话 倒吃甘蔗 明天会更好,就是我说的 倒吃甘蔗,见入佳境 这四个字 好,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大盘大家要怎么看怎么走呢 通常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我先,因为今天行情比较无聊 我先讲我们刚才拍一看前要录影的事情 因为我刚才我说,哎肉影这个服装 这个服装实在不行 我以为你觉得这服装可以的跟我讲 好不好,下面留言 对,这个今天好像要参加婚礼你知道吗 嗯 你看婚礼 我是婚礼主持人 对,肉以前有当过婚礼主持人 我觉得你蛮像新娘的 新娘的妈妈 我是主婚人的意思 主婚人,对好不好 这跟大家讲好不好 这开玩笑的好不好 这个怕大家觉得盘事很无聊 好不好,先跟大家讲一些笑话 不过就对于那个主持人不断 真的受不了的可以在底下留言 或觉得不错的可以留言 说不定是我看错啊 说不定是我看错 对嘛 好不好 对啊,说不定是我们看错 有可能,应该不太可能 哈哈哈哈 但我今天标题就是说 台股哦,欧美股市哦 封城在起 就是封锁的封嘛 前进封锁吧 对 台北市 不是,那个欧美 欧美是封城在起 是 这个四速列车 扇影第一集就算还是扇影第二集 对 去年那时候 开始呢 五万地区的肺炎 就开始很严重了 对 好 欧美股市 标题叫做 欧美股市 封城在起 台股将上演 封绳绑 封是那个封锁的封 对 绳子绑住的绑 绳子绑住叫封绳绑 所以你看我们讲话 大舌头 你不觉得不错吗 封绳绑跟封绳绑差不多 对啊 那个封绳绑 那就是封绳演绎嘛 你知道吗 姜太公钓鱼 姜太公这个 姜子牙这个封绳绑 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封绳绑 可是我说的封绳绑 不是这个封绳绑 来 画面给我 是封锁的封 绳子的绳 绑住的绑 台股会不会这样子 对啊 如果二次疫情 如果 如果 当然我就说过了 所以我之前是说过 热德西伟是解药 是初步的 初步的一个提振信心 是 可是如果 如果要整个 现在来讲 热德西伟是不是解药 已经不是重点 虽然证明我是对的 我有强调 我不是射外马奥炮 对 那我都讲嘛 对不对 当然 可是它最坏也过去 它理论上也不会再跌破 在一个 这个8523点 因为那时候是最恐慌 连解药也没有 疫苗也不知道 可不可以发生 没错 现在是有多种疫苗 有发生的 都在研发 都在研发了 好不好 至少三种以上 那时候就确定一种 一赛有效 你会发现到 之前有些人打了 牛津的疫苗 打了以后有问题 停止 辉瑞打了那么多人 没有一个人抗疫 没有一个人身体有异状的 你不觉得这个很夸张 一件事情吗 所以辉瑞疫苗 可能真的率先的 到时候 11月最快的话 11月中下旬 就会有了 所以这个股市 你说会不会等到 疫苗出现 不会 到时候会有一些数据 资料 为什么 因为会有人偷问医生 你懂不懂 现在对照组时间都差不多 他们偷问医生 这个安全性有没有问题 现在只剩安全性的问题 这个 他说最快的话 好像10月下旬 应该这个时候就要了 奇怪 对怎么没有 我们编查一下 好 对 投资长都会发布一些 独家的新闻 对对对 我都会发布一些 独家新闻 像我昨天跟你讲 丹冲 那个我们还结算 压低去压低 对不对 你看我没撕的话 马奥帕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说你想想看 你要怎样分析师 所以我讲的是说 与其你担心 你逻辑上思考是 你担心的是封城板 或被封城再起 我担心的是不是二次疫情再来 我担心的是疫苗 可不会赶快来 疫苗只要赶快来 那就不会影响消费了 这是一个重点 这才是重点嘛 疫苗才刚刚来 能不能有希望 那就不用担心了 那你看今天呢 疫苗哦 辉瑞疫苗尚未达到 那个关键的一个里程碑 股价受压 所以很多人觉得 哇 封城再起 欧美股市昨天的确跌比较凶 可是最主要是疫苗 因为疫苗 我问你一件事 瑞宇 疫苗有效 然后疫情再起 对 其实不必担心 为什么 因为疫情再起 可是你看到未来的 疫苗有效 昨天尴尬点是 疫情再起 大家都知道 再次的封城 大家也都预期到 可是大家没想到说 疫苗还没有赶快出来 对 是因为疫情再起 疫苗还没有确定有效 这才是这两个的关键组合 所以重点还是在疫苗 你逻辑要搞清楚 好不好 重点还是这个疫苗 那第二个还有一个东西 还是东西 可是很多人 理性的人还是很多人 可以知道 疫苗迟早会出来的 只是现在还没出来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说的选举 因为之前有人讲说 包括我就说 美国股市其实用脚投票 告诉你拜登 告诉你那个川普要单选 有没有你看到 华尔街有这个新闻 你都没有看到这个新闻 有 可是这个新闻 其实我在一个月前 我就解读了 我说华尔街告诉你 应该是川普要单选的 对不对 我是用这个逻辑 对不对 你们看到 这个股市新闻 是这几天才有的 可是你看我荣耀华尔街的 节目的时候 我是在一个月前 我就给你预告了 很早之前就预告了 可是问题是现在尴尬的是 但是你看那股市为什么下来 代表说 川普可能没单选吗 也有可能 所以这个复杂度太难了 因为现在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难去预估 很多人都是在家里邮寄投票 大部分邮寄投票 或者提早投票 怕疫情再起提早邮票 所以这些尴尬的原因 造就了 造就了一个诸多不确定性 包括美国大选 包括摩台结算压低结算 造成台股股市今天压低结算 就这么简单 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 也不是只有一个原因 所以这几个原因 可至少 我们来结算结算完 对 好事了 好事了 已经结算完 坏事已经结束了 就是好事一件 好 另外一件事 美国大选呢 下礼拜二就知道了 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 除非选期非常焦灼 然后川普不想要认输 想要打官司 可是理论上其实他们还是 基本上还是没有用 以前也有这样 美国也有这样争议 所以坏事在下礼拜 基本上都会结束的 然后呢 辉瑞的疫苗 只要再达成关键里程碑 那就OK了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11月份我是非常确定是越来越好 只是你不知道11月初会不会说 万一我万分之一的几率 是 不要说万分之一 这几率太低了 拜登获选的几率 如果有20% 30% 我觉得是有的 我觉得到30%是有的 万一拜登是单选的 然后股市你可能是 有没有可能是先下后上 这是有可能的 对 与其是说 我的解读 我现在解读比较全面 好 为什么我现在选举 我花好多时间 我还搞不清楚 因为我的结论是这样子 我说像2016年脱欧以后 我是全台湾唯一分析师 预测到脱欧 所以我的奇迹不止只有一个 所以我才为什么说 肉有肉肉等的自我介绍 要介绍我啦 对 全台湾Live的证明书 Teregon本身分最多的分析师 这都是真的 因为我预测到很多 很恐怖的事情 包括瑞德西韋斯解药 全台湾你没有看到一个 公开的医生在2月的时候 一直讲瑞德西韋斯解药 对 虽然我讲话很臭屁 可是这是事实 请你回去看我的节目 你不想计划你去加我Teregon 我在Teregon 我都几乎没有留什么 已编辑的文章 我在2月的时候 我就开始讲瑞德西韋斯解药 几乎每天都在讲 对 那个时候全台湾 没有人认为是这样子 甚至全世界 没有一个分析师 我刚才讲全世界 我只能认真跟你讲 全世界没有一个分析师 讲瑞德西韋斯解药 所以我很多的奇迹发生 只是这一次 我没法去预测这个玄情 可是我给他全面的一个解读 2016年脱欧 只有我预测到 脱欧我开心一天 我也会崩盘的 结果我只有开心一天 跌199点 我还推出什么 199吃到饱的专案 那时候 结果直接跌了以后 天天涨 所以我觉得美国股市的解读是 他不论 他其实也看不懂谁赢 我觉得结论不是说 他觉得川普会赢 而是他看不懂谁赢 他看不懂谁赢 可是他觉得川普赢的距离比较高 我说美国股市的意涵是 他看不懂谁赢 我说股市 如果股市会说人话的话 股市长就告诉你 他看不懂谁赢 可是他知道 不论谁赢 股市其实还是会慢慢的 缓步向上 是这才是答案 好不好 这才是答案 然后我个人看法是 川普会赢 然后最后他会慢慢的再上去 现在只是市场的不确定性 太严重了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2016年的时候 看2016年 画面给我 我等一下给你看一下2016年 我们再花点时间 我们等一下先进一下广告 好不好 投掌突然想喝水 可以让我喝个水吗 好 那先进个广告 然后跟你讲说2016年的时候 同样是选举很焦灼的时候 是 台湾那个小英 那个时候选举的时候 很焦灼的时候 那时候股市 选前跟选后是怎么表现的 同样的股市一个人心 到很焦灼的时候 台湾股市怎么表现的 好 那接下来美国股市 就有机会复制 好不好 我希望你等一下 投资楼休息一下 你的时候 你去想一看 是怎么样的行情 跟你 你预设的 跟我想的是不是一样 跟我解析是不是一样 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 你想要的是怎么样的人生呢 他是全台湾LINE 及Telegram 粉丝人数最多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看不见的投资机会 我要通通帮你找出来 我是郭哲隆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三点 荣耀华尔街 让我带你一起进场 赚大钱 今天节目很精彩哦 刚刚投资长有说 要带大家来看 我们在2016年台湾选举前的股市走向 是不是这个模型 可以拿来复制到 我们现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台股的走势 还该怎么走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投资长 好 来 肉依各位朋友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2016年的时候 2016年的时候 是2016年对不对 2016年我刚才上网 我刚才休息十几秒而已 马上查 边喝水 我忘记喝水 那我喝个水 好 敷一下好不好 边喝水边告都是大家 2016年1月16号举行 你们知道 是 所以我们看一下2016年1月16号 在这边 你看 它焦灼的行情在这边 2016年有没有看到 好 2016年这边焦灼的行情 它是先下后上 所以1月16号在这边 就这边 这18嘛对不对 你看这边有18 这边有18对不对 好 18号 前两天就是 2012年选举前 你看它先下 因为那时候焦灼嘛 在上嘛 对不对 那时候是小英要 要竞选第一的嘛 是2016年 好 都是大概1月中 那2012年呢 我们看一下2012年好不好 来 再上上次的选举 对 2012年来 也是一样哦 2012年看哦 也是1月几号哦 1月初选举哦 对 2012年呢 那这边有1月18号 我们来看一下 1月18号建议转折 为什么 这是1月18号 这有什么跳空缺口 对 这边有什么跳空缺口 来我们来看一下 很明显对不对 是 这边有什么跳空缺口 这是1月16号 是 这边应该有日期的 你自己放清楚 我看大 包围你的那个 那个势力表 左扇右下 1月30号 1月16号 1月30号 所以农历过年后 它直接喷出去 那这1月16号 来我们看一下哦 来 来画面给我哦 那我们看一下 2012年总统大学 我直接搜寻一下 Google搜寻 打2012年总统大学 1月14号 好了 1月14号选举 选举好像直接封关 所以你们看到 14号 这是14号 14号 从月初 来来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选举日在这边 1月16号 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讲什么 十几号 14号是吗 14号 对 好 14号这边 选举完第一天 有没有看到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哦 再放大一点 你看哦 你有没有看到 这是14号 这是选举完的第一天 选举人前一天 他都在打底 有没有看到 选举完以后才喷出去 差一个行情走势 非常明显对不对 对 选举前是不是几乎都没来到 选举后才还不动 所以我已经举了2012年跟2016年来告诉你 其实比较混沌的选举 它的确会影响股市 是 可是该还的选后 通通还给你 不是不报 只是时候未到 所以我可以确定 11月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行情 你们不要难过 所以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就股票而已 像比如说我星星最近的表现就很差 我自己在80几元的时候我也有追 我老师要跟大家讲我有追 我做人就这样子 该讲就该讲 我有追 现在受伤算严重的 好不好 算严重的 这是普通会员的股票 好 那我跟大家讲 特别会员进的人不多 进的人不多 因为我的尴尬点是说 我那时候说过本益比过高 所以我也不敢中押 这个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星星 除了星星以外 其实很多股票拉回过程中 你是要进展找买点 包含星星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来 我讲的是说 选举过后 你去看一件事情 来 未眼先后动 Sony前景大好 看好明年3月前 卖破765万台 哇 你们知道 同时今年获利调升13% 都夸张 它11月才开始发售 它一个半月 因为一个半月可以调中13% 未眼先红动 有没有看到 好 然后这个边缘也是一样 来 PS我预购火热 台湾台链 这个是昨天还是 今天的新闻 可是肉影看 昨天我们的节目讲的 12小时订单相当于PS4 前一代12中总量 你还说这100多倍 我说不会 对不对 反正我说预购火热 可是这个PS5 我一直有讲 可是这是什么 这是可以预期的事情 因为叫7年之年 肉影有没有比7 有 我告诉你 这个PS4跟PS5 7年是势必款买的 好 可是我说不用7年 我说有些一年就养了 iPhone手机一年就养了 我说你们完全不了解 我说为什么我成为分析师 为什么我知道 瑞子希伟是解药 为什么我知道 我那时候最简单的逻辑就是 怎么会武汉 那时候以前新冠肺炎 是叫武汉肺炎 因为从武汉肺炎开始崛起了 我说为什么全中国里面 PS4 P4实验室最高等级实验室刚刚在武汉 然后病毒刚刚从武汉开始 然后重点是武汉病毒实验室 还在一二月的时候就抢先注册 瑞德希伟这个解药的专利 我那时候从来没听过 我从这边来大胆角色 是不是他们早就知道疫情 我不能说他们是故意制造疫情 这我没证据 而是我认为他们是早就知道 那最后瑞德希伟是解药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也真的被预测到 神奇宝贝 神奇压 我大胆角色 所以很多医生是说 我要去做个实验 那一期二期三期实验 才会证明郭总是对的 郭总你怎么可能要十年 可是我看的是 我从A看到Z 我看到的是人性 我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看到人性 所以我才是成为《经济日报》 《雄冠军记忆导宝则》 你叫我每天去讲展厅板 这是我公众不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要接听你讲 为什么这个行情是底 它其实综合非常大因素 有疫情在起 可是重点是疫苗你要赶快来 重点是还有磨胎结算 它又是磨胎的磨胎结算 没错 磨胎的磨胎结算 那我一直跟大家讲 其实很多人还是不知道这个观点 最重要以后磨胎子结算 它大部分分成了两个 一个是赶磨胎 一个是新加坡的副胎子 大部分会在副胎子 而不是赶磨胎 所以以后的磨胎子 形象力没那么严重的 财经专家 各位传绩专家 各位财经媒体 要注意以后是负胎子的时代 负胎子就是负质指数胎子 在新加坡挂牌 还是以新加坡挂牌的胎子为重心 这个都是只有我独家 第一时间跟大家讲的 所以我要讲就是PS5 我跟你讲说iPhone也会卖得很好 你看这个东西 我都怀疑这些人 你说PS5预购火热 我都怀疑这些人 是不是有看我们节目 百货出现报复性消费 Loy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你对股市没有信心的时候 请你去百货公司看一下 对啊有 我没讲 我说拜托你对股市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去百货公司看一下 你还没有现在百货公司有庄年庆 是没做庄年庆多少 我是没什么在买啦 满千送百是不是 可是你满千送百 问题是你不会刚好买一千嘛 你买一千二一千三嘛 实际上8%5%而已啊 是不是 可是我们的心心 现在已经打八折了 打八折打七折多啦 那你要不要进场 可以进场 本益比过高 代表这个公司是有成长的空间 可是他股价太高 拉回那不代表本益比降低了 你在怕什么 你5G5G基地台 我就说了 大家这个会暴富性消费 大家就闷花一整年了 我就想买东西 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人生的价值 价值感觉会不一样 反正都烂命一条 还不如消费 反正人生就一秒一条命 烂命一条不好意思 我不再批评各位 我自己觉得 我也觉得 烂命一条好不好 我觉得就是这样 生命就一条 那你就是活得精彩嘛 为什么要当分析师 活得精彩 为什么要当分析师 我可以不当分析师 通常的人生哲学 我可以不当分析师 你们知道我有这能力 我在股市中 赚到我该赚的钱 从我逻辑能力 你们都可以知道 可是我就跟你讲 为什么要当分析师 我在享受压力 我是在跟大家讲 我真的在享受压力 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你要了解人生在做什么 那其实你要从而了解 别人的人生在想什么 所以百货出现 报复性消费 完全一模一样啊 是不是 贵妇不出国 吹到买气 是不是跟我一样 只差我不是贵妇嘛 你是Jason 是不是 我Jason 吹到买气 我说连我都想买了 为什么 因为觉得 觉得没有什么好玩的嘛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对不对 那贵妇不出国 吹到买气 百货出现 报复性消费 有没有 不是说吹到买气 因为他都不出国 对应该是算说不能出去玩 那个钱 那他什么 年轻朋友们就会把钱花在什么 花在消费性电子 他们就会买新手机 那个力道会超乎你想像中的好 iPhone 5也而已 PS5而已 你今年会卖特别好 所以11月我非常有信心 因为11月12号开始销售 11月6号 你会想哇又提高 哇交错再提高了 然后美国大选 万一又川普单选了 哇这么多Bingo 有斯大利多你知道吗 我现在给你结论 斯大利多 第一个如果万一川普单选 就算川普没单选 就是总统大选底定 对 疫苗产生 是 疫苗产生 封城在也不重要 你不要看那个封城数字了 对 所以那些有些什么口罩相关的 你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要注意一下 好 到时候 但是他还是会支撑一阵子 是 因为还是有人需要口罩 没错 大选 美国大选底定 嗯 疫苗支撑疫苗是最大的利多 对 iPhone 12 Max Pro最大尺寸的 最贵的 上市 上市的 带动那个毛利 销售量特别好 PS5 11月12号 对 一个是11月2号大选 一个11 然后疫苗大概可能在11月10号之前 嗯 好 11月10号之前 然后还有iPhone6 11月6号 11月6号 还有那个iPhone 那个PS5 11月12号 好 所以为什么我说 倒置干涉 加上我的121多头归队 121多头归队 对 3955点 历史今年这几十年 台国最低点 从121开始一路涨 是 就是因为什么 什么 摩台结算 台子结算 我说老兵不时只是凋零 赴台子下个月 倒置第二天还是会结算 好 加上新的感摩台子 所以这些逻辑思考 跟你讲 你在这边你要开心 11月 我跟你讲一件事好不好 嗯 没有人 在11月做空的啦 好不好 真的 真的不要说没有人啦 很少人啦 没有人是11月 11月差不多都是消费万季 懂得没有 对 很多大户主力 就做这一波就够了啦 是 你要这边开心 谨慎 乐观 记得谨慎乐观 四大利多你要回去记起来 这就是纳利多 什么风神板 那给你开玩笑 爽动到你跳出来看我的话题而已啦 好不好 这边不用担心好不好 所以股票 可是 十穷减奶线 磅四中生 这是我常常说的一句话 行情不好的时候你要看哪些股票还在强 这个一定要进场 万论啦 今天跟你说红K啦 这个筹码吃的太漂亮了吧 画面给我 这个筹码吃的太漂亮了吧 吓到 吓死我了 我说台积电概念 为什么台积电概念还是强 你去问一件事 你看美国股市跌成这样子 美国股市跌 坐头了 坐头啦 好不好 来你看看坐头啦 因为一波比一波低 哦对 这霸国股市 一波比一波低对不对 是 最后是直接跳空 跳水 跳水了好不好 嗯 德国股市这样走 有没有看到 台湾股市呢 你看一下欧美股市 台湾股市有没有看到 高档整理 高档整理 还在突破离极高附近 美国股市有没有看到 疫苗要赶快出生了 为什么要赶快出生了 我昨天看一下世界地图 再确定一下 法国 法国的位置纬度 大概是美国股市的 美国不是 法国的位置 世界地图的位置 大概是美国的那个 美国跟加拿大的一个交界处 有没有懂吗 美国跟加拿大的交界处 不过其实加拿大也没那么严重啊 好不好 虽然这样 虽然 可是去看你这样一件事 就是说 所以说法国现在这样子 下个月美国就会这样子 所以疫苗应该出现了 赶快来 好好好 这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 美国各国股市都会破底 台湾有破底吗 台湾为什么没破底 台湾算超级强 世界无敌强 为什么 两个原因嘛 第一个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防范疫情有成 对 我们防范疫情 我们疫情看 几乎没有本土新案例嘛 对不对 对 大家安居热业 真的安居热业 是 这个 执政党 我跟你讲 我有投过民进党 又投过民党 可是我这次执政党就疫情这方面 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不错 知道大家不会紧张 大家不会闷坏 我只是不能出国 我都觉得我想消费 你有没有想过国外的人更痛苦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是 你看喔 台湾就是这样子 就有报复性消费 美国人他会更有报复性消费的东西 的一个倾向 一定会有 我只是不能出国 我出去玩还是可以啊 我在台湾还是可以去度饭店啊 对不对 这我跟大家讲 还是可以去玩嘛 去离岛玩嘛 对不对 跳岛玩 你看一下 防范疫情有成 第二个什么 因为台积电 所以台积电概念股 为什么 因为我讲这些 不论是PS5概念股 应该是说 不论是iPhone iPhone 或者是这些 或者是这些显卡 相关的 这些买器 都会牵动的一个台积电的产能 你懂吗 台积电还是扩产不及 所以我跟大家台积电的一个概念股 它还是一个可攻可守 不会是可喝可气 好不好 是可攻可守的一个 的一个概念读取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One Run到今天 它还在这个相对抗叠 我觉得它非常漂亮 我也非常感动 所以你看One Run 是我第一档股票 原来 其实我今天又不小心揭开第二档 861 富顶跟太极 应该都有你们赚钱的时候吧 所以你看我金选55到现在 虽然金选55 part 3 是part 1 part 2 part 3裡面 目前为止报酬最差的 可是你看喔 五档裡面有四档 其实都 如果没看错的话 五档裡面有四档 其实都有一个 你可以赚钱的空间 对 赚不多可都有一个高点你可以走 不是说你买了以后 然后直接插下来给你出货 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你懂不懂我意思 我不做这样的事情 好不好 虽然今天星星跌下来 可是其实你们都知道 我四五十块的时候 开始就进产星星啊 是 我过来没有计算是四五十块啊 那时候我赚了大概七八十百分钟 都太走啊 那时候都好像在嘛 好像卖掉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赚了七八十百分钟嘛 所以你们看 我都讲话很实在 所以为什么 我一直强调 为什么我说我欢迎去比较 你去看哪一个分析师 真的有人数比我们多 真的没有 而且是我单独办的演讲 我没有大什么搭型广告 我们在有线电视台站 打一个特别大广告 你看人那么多 唯一空的位置 是去办 赶快去办录会了 这下半场的演讲 你看人那么多 夸不夸张 你们自己看 超级大家族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我不会去害他们 他们都知道我算的股票 我是发自内心的 是有利可图的 是有利可图的 你看那今天为什么有个红色 我把今天先尖开来 它是21期的圆杆 你去看一下 肉依你看一下 21期的圆杆 你可以扯不扯 为什么 因为现在全部是疫情在一起 所以一些 视讯相关的一些 概念股 其实也受惠 你看圆杆 你看圆杆 虽然其实 他还是没有突破个平台整理行情 看起来要突破 没突破 可是有机会 所以这边 我说有一次讲过 我说 我那时候上上礼拜 我讲过说这一两周 会走疫情在一起的行情 有没有印象 有 有 可是我就是这一两周而已 我现在修正一下 大概三周 因为疫苗比较晚 疫苗比较晚 因为现在疫情 新增的病例比我想象中 又快一点 直线三周 可是大概三周 也不要超过那么多时间 所以我们的很郭肥股票 你看 送这个股票 所以这些人到时候 我送这个股票 演讲会再来 肉依 这些人会再来 所以我说你想想看 你要怎能分析师 你看啊 連持续都讲说 报复性消费 而这些东西是不是我每天在讲 肉依我每天都讲的 对啊 不要用这些费啊 我叫你去百分公司看看嘛 贵妇不出国 催动买气嘛 杰森不出国 催动买气嘛 杰森就是我嘛 杰森的杰森都想消费了 那童谣你会觉得说 哇星星之火 足以燎原 ABF 跌落神堂 我觉得不是 因为接下来有四大利多 有四大利多 你这些星星 这些前景他还是会缺货 缺货的情况就是像 你这边让他回到进场 你要谢谢 好 这种大火 你去看电视 每一次基本上有个大火的 其实以前日月光好像是2000年附近也有大火 大火都是一个买点啊 基本上大火都是一个买点 好不好 我应该有时间做个 只要超级大火都是个买点 烧一烧 有时候还要 还要产险 产险可以赔 好 最后我跟你讲 这PF5你看多夸张 什么叫多夸张 今天它的市值喔 来我们看一下 Sony前景是不是大好 是 获利调升13% 你们看一下Sony怎么涨的喔 我们来看一下喔 Sony这边 PS5遇过火热 大涨6% 你知道Sony市值多大吗 你应该感觉就知道Sony市值很大 很有名的Sony 你有听过吧 小时候我们这年代Sony 有个Sony那个 Walker 就应该是Sony的随身梯啊 闪亮亮的 走在路上很悄啊 走在路上你就是炫啊 比现在买苹果手机还 还屌 龙我用这个字眼 就是还炫 就是表示成功的代表者 好不好 年轻族群面 我在同学里面 带个Sony的随身梯多厉害 Sony 苹果贾博斯 他是很崇拜Sony的 崇拜你这个品牌 他很多什么旗舰店啊 苹果的商卖店 都是学Sony的 Sony的市值是 鸿海的两倍以上 2倍以上 这样涨6%真的很大 对 你可以想想看鸿海涨6% 甚至是涨停板吗 市值是他两倍 只有这么大流皮股涨6% 所以你看今天日本股市 市值是他跌不多啊 大家都看到 所以这个就是PS5概念股 那这些东西 難道要投资商 你要真的演进为平 才知道投资商是对的 11月有这斯大利多 疫情 选举结束了 甚至川普单选 疫苗出现了 然后iPhone 12 Pro Max 怎么一堆疯子 真的没有钱敢买东西啊 我不是疯了 你不了解人家的心理嘛 哇 PS5 七年之痒 真的很夸张 这算是斯大利多 没有人会做股票超过10年的 没有人要在11月 11月是最开心的日子 你要记得 11月是最开心的日子 你要现在跟我一起进场做股票 虽然很多股票现在跌了咪咪嘛嘛 还没给我 虽然很多股票跌了咪咪嘛 可是我有自信 剩多久 我有自信 我跟你讲 在11月的行情 他会渐入佳境 他会倒吃干正 你看我的力道 我讲到力道你就知道 我这个人 其实讲话的时候 我不认识我的语气 我的力道 其实包含着機率 这边到时候建筑家庭 这次是斯大利多 你不知道到时候后悔 一年就做这一波 就做这一波 去想想看你要成本分析师 让你清楚我的想法 觉得现在是百货公司周年庆 台股百货公司周年庆的时候 你赶快进场 欢迎来念恰群 080668085 080来来帮你帮我 想想看 你要成本分析师 我希望你能帮您帮我 帮到各位 帮到彻底 也预祝各位 能够赚大钱 尤其在11月12月 最好做的行情 谢谢各位 记得在YouTube搜寻 郭哲荣分析师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下小铃铛 想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播到我们的专线 0800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明天见 掰掰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照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